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八十高陵潜赴中都燕京 应照为金伯公主治病 却被卷入宫廷阴谋 被迫亡命 皇妃有旨 宣和奸明依 刘丸肃觐见 刘太医 您请 公公止步 刘太医请 怎么还不请卖 草民乃一介乡下郎中 不懂得宫里的规矩 敢问给公主请卖 有什么规矩 或者禁忌吗 男女受受不侵 我听说汉人的医术很神奇 可以隔着丝线 感受病人的脉象 刘老先生是名医 不知道会不会 玄丝阵脉 自然是有的 但脉里之未数行事 脉象之浮尘迟数 相夺奸俭 精为原身 虽去之好理 却又缪之千里 草民行医六十年 从不敢弄此巧道 更不敢 但以脉象贸然断正 须负以望闻问妾 似朕何惨 有时需舍脉从政 有时又需舍政从脉 辩证之道存乎一心 若定要 草民以玄丝诊脉脉的方法 为公主问脉 恐怕会误诊啊 你这位老先生可真有意思 哪有大夫上来就说 自己可能会误诊的 虽说是病疑诉求 但也须遇事不获 性命攸关的时候 不是大夫成能炫技的时候 我相信你是个好大夫 小公主今年才七岁 给你当重孙女 都嫌太小了 你快诊脉吧 我咋了 怎么了 这病能治吗 这 患者烧 老爷子 宫主的病怎么样 别说话 快走 展开 展开 快快快快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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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就是河间的留神医吧 我 我是刘万苏 我家王爷的爱妾身体有些不适 想请留神医到府里去瞧瞧 慢着 慢着 什么意思啊 没意思 我家王爷偶感风寒 想请留神医过府看看 那你得有个先来后到吧 你们王爷死一个小老婆再娶一个就是 是 我们王爷的病 谁敢当我 你 都给我滚开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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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仗人事 想请大夫太医院有的是 刘神医是皇上请来给公主看病的 回去告诉你们王爷 别自讨没气 滚 是 见过王爷 见过王爷 刘神医 靠安顿下来了 我就是来接刘大夫的 这位 小道 长春真人门下弟子尹志平 刘神医和家师是顾教 现住天长官 长春子秋真人 那是先帝钦锋的高宫仙士 威望崇高 我向来是尊敬的 当有所需 尽管吩咐这些奴才 谁敢怠慢了神医 我拿谁试问 谢王爷 再下告辞了 皇上 驾到 皇上 你们都下去 是 怎么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只说我怎么这么凉 我觉得 可能是我想多了 想多了一千次也不打紧 可想少了一次 可能就会波及到朕的江山设计 我觉得他好像知道了 谁 刘丸肃 那个乡下大夫 是 那就不要了 男的 金国公主怎么会是个男的 看脉象就是个七八岁男孩的脉象 我行医几十年绝对不会看错 那您没有跟别人说过吧 我哪里敢哪 不过当时我心里吃惊 脸上没藏住 恐怕已经被别人看出来了 这可是要惹上杀身之祸呀 金国皇帝的儿子 应该是三年前就夭折了 如果再生个儿子 那应该是个大好事啊 何必要藏着掖着 我想这其中必有缘故 有什么缘故我不管 我只知道要治好这个孩子 邱大长 有个事我得求您 别说求 有事啊您直说 我行医几十年多少啊 有点心得 前后写了几本医书 就在河间老宅 万一我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你就把它取来 传下去 老爷子 有我秋楚姬在 谁敢动你一根寒毛 我是说万一嘛 哎 人都是要死的 可是医学乃天下之功器 须得心火相传 您要是帮我把几本医书传下去 柳文宿死且不朽 好 我只想问你们几个一句话 抢大夫的到底是谁家的狗 我也想知道 到底是谁这么沉不住气 当然不是你 就算是 你也说不是 你什么意思 贼喊捉贼 我看这事多半就是你干的 当然不是我 就算是 我也说不是 你 我觉得豫王不是这种人 算了 算了 都少说一句吧 是谁不是谁 自己心里有数就行了 蠢才干蠢事 那么多御医都治不好 我就不信这刘丸肃是在世画图 区区一个公主罢了 治好不治好 也无碍大局 多余的事 但是 以后还是少干为好 现在那个皇上 可没咱们当初想的那么听话 不听话 换一个好了 多大点事 换谁 换你 老子就不服 又来了 当初要不是咱们哥儿几个窝里斗 如今这皇位哪能轮得到他完颜井 等他位置再坐稳一点 我们这几位皇叔的好日子 就过到头了 要是 能把现在的皇帝 换成一个不懂事的娃吗 那就好了 好 欲罢干戈 治太平 谈何容易啊 我到中都来 就是为了要劝金国的皇帝 不要打仗 让老百姓 也过几天安生的日子 既然你问心无愧 这位又何以欺情欲解 及时不慌 以致气血量亏 元气大好 这我就好生不解了 天下大事我不读 你是个道士 道士的本分就是劝人向善 我是个大夫 大夫的本分就是治病救命 多治一个人 就好比多救一条性命 老爷子 您说实话 我到底还能活几年 继续用真七日 我再开个方子 调理一年 以你的底子 怎么着 也应该活个八十来岁 就怕你像重阳真人 和马真人那样 不听我的劝 来人呢 来人呢 你没看错 签字万全 下去吧 是 什么意思 你快说个明白呀 现在大家都在一条船上 有什么事儿就别藏着掖着了 意思就是说刺杀失守了 我 那个小公主 原来是个男娃 スティック 那些人有 你便宜是者 就是学习了 宫儿乖 这个小公主 你还没看错 我不是学习了 你还没有就学习了 你还不学习了 是 你的年轻 娘娘 你从小跟着我 这么多年 我待你如何 娘娘对奴婢恩重如山 皇宫大内戒备森严 可连公主的寝宫 也叫人偷偷地摸进来 那些逆贼有多猖狂 皇上有多难 我算是知道了 奴婢 愿为娘娘分忧解难 半死不辞 听说那个刘丸肃 和全真教的秋楚姬在一起 刘丸肃号称神医 秋楚姬无意高强 而全真教在民间 更是威望极高 哀家想来想去 留在他们身边 倒是比在宫内更安全 娘娘 奴婢该怎么做 皇上 恩重如山 奴才粉身碎骨 无意为报 朕不要你粉身碎骨 朕有件事 要你去办 什么人 放下 自己人 皇上口谕 日暮相关 何处逝 御龙提携 未君死 你就是小红玉吧 我抱抱你吧 红玉怪 姑姑 他是谁啊 他呀 他是 他是一位好朋友 红玉不怕啊 现在还是每天给他喝一碗吗 有时候是三天 事后不早了 去做你们该做的事吧 可是密道 放心吧 这个密道除了金国皇帝 无人知晓 现在这个密道已然用过了 就不再是密道了 我等了十几年 就等这一天 走吧 你们快走 快走 快走 走 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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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生死两茫茫 夫人 我来了 快 快点 姑姑 大雄雄半有重 个子高跑不到 大雄雄棒棒 冯玉 快走 救命啊 救命 怎么了 救命 怎么了 师父 姑姑 六神月 是乌头 幼毒 混来人中黄 哦 红玉 红玉呢 喂 过来 秋道长 求求你 舅舅这孩子 有人要杀红玉 什么人要杀他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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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啊 王爷 宫里传来消息了 皇子被送到刘丸夙处 滚 滚 滚 来人 我决定把刘老先生和孩子 送到安全的地方去 你留下来要看好这里 要知道 师父 这座天长观 是唐朝时候留下来的 皇帝呢 让我主持修膳 还允诺我 将先师重阳真人 先师兄丹阳真人的塑像 供奉于此 我走以后 如果皇帝问起来 你就说我闭关了 师父 您身子不好 我留下来谁来照顾您呢 怎么 有留神医在 你还怕我会死啊 再者说 等险几十个人 我还是能对付得了的 好 王爷 就这点人 只怕不行吧 不如等别的王爷先动手 咱们捡个便宜 你懂什么 我要抢的不是孩子 是大金国的皇位 已经有人抢先了 再不动手就迟了 去吧 是 走 木华 老爷子 洪玉还是个孩子 是 我不能不管 可是医者父母心 我不能救了一个孩子 害了另外一个孩子 是 宫里那孩子 吃了我开的方子 三日之内病情必然有好转 宫里一定会派人 来取后续的方子 你就说我水土不服 受了风寒 怕传染到宫里 好 你呢 看看公主的症状 屋里头我留了三头有岸 你呢 捡一副合适的 按照公主的病情 就留给她 好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 这件事总能办好吧 老爷子 这件事我一定办好 那就好 背一段大义京城 给我听听 好嘞 烦大义治病 必当安神定治 无欲无求 先发大慈策影之心 誓愿普救寒灵之苦 若有极恶来求救者 不得问其贵贱贫富 掌幼言痴 怨亲善友 华仪余智 普同一等 皆如至亲之小 亦不得瞻前顾后 自律吉凶 呼吸生命 快点 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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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眼睛 客咬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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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老爷子 外套天凉 你还是到车上歇息吧 叫孩子喜极一干 有生人在怕睡不好 就在这儿吵喝吧 你这身子正在调理 临行的时候我刚给你用过针 七日之内不可乱使戾气 那我要是乱使戾气呢 如果七日之内乱使戾气的话 乱使一次会减收一年 两次就是两年 三次就是四年 四次就是 乌鱼 快进去 快进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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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进去 走 快进去 走 走 走 怎么那么快就动上手了 你的消息到底给了几家 圣上的几位皇叔知道 圣下该知道的都知道了 太早了 不该那么快 老奴拼了老命 紧敢忙敢就怕不快 你还真是立功心切 老奴只是忠心耿耿 放宫办差 哪敢鞠躬啊 你要干什么 不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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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是天天劝别人 不要打仗 不要杀人 可是我自己反而 我钻研一道六十年 每天想着怎么治好那些个病人 你说这些帝王江乡 怎么就这么的草奸人命呢 老爷子 你说 这孩子他到底是什么雷历啊 我不管他什么雷历 我就知道这孩子病了 我得治好他 这孩子他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啊 这么大了 怎么会这么傻 你才是个傻子呢 要望菩萨保佑他不傻 老爷子 老爷子 咱们就先在这儿避一避吧 避一避最好 能不动手就不动手 就怕是躲不过呀 躲什么 大熊熊吗 好玩 爹 水来了 水来了 水 他是谁呀 水 我要水 水 来 谢谢 五月 退后 好 小哥啊 最近你都去过哪儿啊 季州 登州 中都 宝州 闯荡江湖 哪里都去 老爷子 他有什么问题啊 伤寒 伤寒 这伤寒啊 会传染 这要是起了瘟疫 一场大瘟疫啊 瘟疫 不会吧 这河北山东一带 一马平川 天气又这么热 这瘟疫要是起来 生灵涂炭啊 你怎么不帮帮我呀 我不帮 我怕呛 你要是帮我的话 等我煎完药 我去掏小鸟 给你烧着吃 我才不吃呢 你怕你爹骂你吗 为什么要骂我 是烧小鸟啊 不早爷爷不让啥声 是吗 你爹看起来好凶啊 他又不是我爹 那你爹呢 我爹 我 对啊 我爹呢 公安有消息了吗 不着急 慢慢来 你就这么笃定 他们一定会跳出来 我就不信他们还沉得住气 别说那就是个丫头 就算真是 对他们又有什么用 换了是我 我就不动 所以说 你只是个副道人家 你想 当初先帝驾崩 我这个皇太孙 要兵权没兵权 要威望没威望 为什么能平平安安坐上这个位子 你是先帝清典的皇太孙 你不做谁做 就是这话 朕这几个皇叔 一心想让朕当他们的傀儡 可他们谁都信不过谁 朕要是没了 他们上哪去找第二个重磅 所归的皇帝 难道他们敢谋朝篡位 要是有个七八岁的小皇子 比朕更适合当这个傀儡 你以为他们不敢 可是我们的儿子 总不能一辈子就这样躲躲藏藏了 不会的 再给朕三年 两年 朕就有底气昭告天下 朕有儿子 朕的胎龄孩儿 还好端端的活着 老爷子 你先看着病人 我到急事上去打探消息 顺便再去抓几副药 再添几副药 樱花 莲巧 公英 各三千 还有节梗 竹叶 智桑皮 菊花 和黄金 各两千 还有薄药 京剑 老爷子 他得的是伤寒 我知道 这是我最得意的银俏加剑方 专治伤寒 可你开的都是良药啊 哪有以寒治寒的道理 外感风邪 他体内阴气太盛 阳宝于表 你这几位良药 这么一下去 把他阳气一逼 那还不烧坏他脑子 以寒治寒 是我钻研一刀 多年开辟的一条西境 自有我的道理 看你老大堂 皇帝内经素问遍有人 那点 你给我看啊 你刚才说什么 烧坏了脑子 好 来呀 快过来 快过来呀 我抓到你了 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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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人你们 光天花日之下 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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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老杀人 是 你们 是要造反吗 跟散开 王府办差 现在人都回避 爷爷他不疼吗 不疼 等爷爷 给他扎完了针 再见几副药给他吃 很快就会好了 好 谢谢大夫 这位小哥 前面出什么情况 故事怎么 两个蒙面人把冠冰杀了 什么 太危险了 你快跑吧 快把人走 好 全都死光了 又不是你杀的 那到底会是谁呢 究竟是几路人马 我也觉得蹊跷 想不通就别想了 这世上的事啊 不是所有的事情 都能够想通的 老爷子 等治好了病 我们也找个僻静的地方 先躲几天 等过了这七天 我的身体好了 便是什么妖魔鬼怪 我秋楚姬一声 怕过谁呀 不能躲起来 文艺就要来了 我得去通知太医 得去通知官府 召集大夫 准备药材 救人如救火 我耽误不起这七天 这河北燕照之地 不止你一个大夫吧 伤寒这病啊 自大炎帝皇帝那会儿 肆虐滑下 有几千年了 寻常的大夫呢 治疗伤寒 一半靠医术 一半靠天意 最多也就有五成的把握吧 那要是你呢 若是由我出手来医治 只要是病情耽误的 不狠的情况下 总有七成的把握吧 七成对五成 那要是百万条性命啊 好 为了山东河北百万条性命 我秋楚基区区一条性命 又算得了什么呢 成千上万条命是命 你一个人的命也是命 我不能让你秋道长 为了我去拼命 我们呀去宝州 我们去宝州干什么 我想过了 宝州呢 是离这儿最近的通渡大义 人一多 那几个蒙面人啊 多少得有点顾忌 再说了 宝州人多藏起来也容易 文艺要是来了 救人也容易 好 我们就去宝州 驾 驾 驾 我们杀了那么多王府家丁 不就是为了这个刘丸素吗 你我联手 那个秋楚基 绝对不是对手 我告诉你 我从没杀过恩人 刘丸素是你恩人 二十年前河北闹瘟疫 是这刘神医救了我 哦 你们认识 我认识他 他可不认识我 他救过的病人成千上万 哪里都记得住 杀不杀柳丸素随你 反正那是你的差事 又不是我的 那皇上给你的差事又是什么 皇上密旨 让我暗中跟着小公主 保护她 别让别人给她抓了 但是也别让她停下来 你没听错 皇上让你保护的是小公主 不是个小皇子 哪来的小皇子 小皇子不是在宫里吗 等等 你怎么会不知道 你不是皇上派来的人 皇上可没说过 小皇子还在宫里呢 也是 这是天大的秘密 你怎么可能知道 既然你我不打不相识 要不然 我替你杀了刘丸素 免得你为难 那我可太谢谢你了 了缺了我一桩心事 哈哈哈哈 不客气 为什么 你要杀刘丸素 我杀了你 就算是报过刘丸素的救命之恩了 太陵的病可打好了 吃了三副药 像是好了很多 早上我派人去请那个刘丸素 他徒弟说他病了 可是又留下来第二张方子 说是最多三副药就可痊愈了 病了 他不是跑了吗 怎么还能开方子 就是因为跑了 才要提前开出方子 掩人耳目吗 那个傻丫头 也不知道怎样了 想想 还有点惦记着 朕说过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只要我们自己的孩子 平安无事 就好了 启禀皇上 陆王爷后旨觐见 先来 徐安 朕这几个皇叔啊 也就只有陆王 对朕是忠心耿耿 能让朕信得过呀 朕见过呀 朕见过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陛下让微臣免礼 这是陛下的恩赐 臣按照规矩行礼 这是微臣的本分 黄叔啊 我真是拿你没办法 你们都下去吧 是 朕让你办的差事怎么样了 这宫里失踪的太监已在城北三岭的一处树林里找到了 身上要害处为兵刃所赐 一刀毙命 这是被灭口了 这名失踪的太监在离宫之后失踪之前 共和五名可疑之人有过接触 这五名可疑之人分别来自五个不同的王府 赵王 郑王 郁王 郁王 还有谁 启禀皇上剩下一可疑之人 乃是臣府上的管家 臣身处嫌疑之地 理当回避 请皇上降罪 起来吧 皇叔 谢皇上 这叫固步一阵 中都一共五位皇叔 其他四个都找了 唯独不找你 那就不对了 朕不糊涂 皇上明见万里 微臣感激涕零 这帮逆贼 朕一个都不会放过 我们去那儿休息一下 好 走 红玉啊 喝点汤 我不喝马肥汤 马肥汤 红玉啊 告诉爷爷 你为什么喝马肥汤啊 废姑姑说 不乖就要法喝马肥汤 废姑姑 是 那 红玉你乖不乖啊 红玉最乖了 可废姑姑总说红玉不乖 你多长时间喝一次马肥汤啊 忘了 马肥汤是什么味啊 很苦 不好喝 红玉啊 那你喝完马肥汤 会觉得怎么样啊 很困 想睡觉 老爷子 这潭水可越来越深了 好嘞 先不管它 当下 当下 我们先干正事要紧 牛肉来了 卖伞了 卖伞了 要买吗 这伞很漂亮的 卖伞了 来看看吧 卖伞嘞 卖伞 掌柜的在吗 我就是掌柜的 你找我有事啊 我们是山东来的药商 到你这儿来采购药材 齐好茶去呀 好嘞 您几个人 上座 上座 快快快 您请喝茶 先不毛喝茶 我需要的药材量比较大 恐怕你这间铺子 你看你说的 我这么跟你说吧 我这个铺子 在全保州府 那是最老字号的药铺了 你需要什么药材 我这儿准有 哪怕一时不就手 没关系 方圆五百里地 我给您调配齐了 好 给 你看看 好 桑叶 菊花结梗莲鞘 杏仁甘草 荷花 芦根织母石膏 你这也不是什么 珍贵的药材呀 你可看清楚了 我这每一味药材 药的可是一千斤 一千斤 你要这量也太大了吧 而且这全是大梁的药啊 你是真心药 不是来消遣我的吧 是 这个 是定金 得 我这就给你十里八香调货去 要多长时间 七天 太半 三天 我跟你交个十点吧 你要的量这么大 我还得跑趟河南府去调货去 三天肯定不行 要不这么着 六天 掌柜的 少则三天 最度不能超过四天 就四天 不行 我到别处去 就四天 你要的药 准有 好 那么我们就在客栈 等你的心 别呀 你看你们是贵客 怎么能住客栈呢 我这后边还有几间空房 要是方便的话 我让这伙计打扫打扫 你们就住进去 那就要劳了 老爷子 这美味药材一千斤 这可是不小的数啊 我那点定金不算什么 你可把陈老板害苦了 这 可不是你的为人哪 到时候他谢我还来不及呢 文艺一期 药材价格必然非账 他赚大了 那干嘛这么麻烦 直接报官不就行了吗 你以为官府 就会凭着我一句话 囤积大量药材啊 到时候去医少药 我溜完素再有本事 恐怕也治不好 成千上万的伤寒病人 成千上万 那需要一千斤的药吗 一个病人几服药 每一味药材至少得一两 温医一齐周边的县镇 都指着保州府呢 到时候一千斤 都未必见得够 小医医病 中医医人 大医医国呀 老爷子啊 老爷子啊 我是服了你了 假若这瘟疫一过 在这河北燕赵之地 你可就是活菩萨呀 河北倒是没事了 那山东呢 那可是你的老家呀 我心里也惦记着山东呢 可是 鞭肠莫急呀 你歇息一晚 明日一早 你拿着药范 施展秦宫 快马加鞭地赶过去 或许还来得及 所施不过是两年阳寿 你舍不舍得呀 七日用药之期 还剩三日 这个好吧 我教你我的独门 用针之法 剩余三日 你自己用针 不行 你的独门秘籍 是你的安家之本 怎么能轻易 交给我一个外人不是 我现在呀 治痕学艺的人不够多 巫人替人治病 再说了 这医术本来就是用来 治病求人的 不是用来扬宁立万的 更不是带进棺材里的 师父在上 请受我一拜 来 坐坐坐 我教你用针的时候 你是我的弟子 其他的时刻 我们是朋友明白吗 弟子明白 走进屋我教你用针 好 不行 我若走了 那些杀手追来怎么办 这保州府这么大 他轻易找不找我跟红玉 不行 还是不行 是我刘丸祖一个人的命要紧 还是山东百万生命要紧哪 这可是你教我的 百万条命是命 你的一条命也是命 我可不能把你抛下不管 你不光是我的师父 还是我的朋友不是 我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老爷子你可做好了 到了这个地步 大家就不要装糊涂了 都敞开说 孩子一旦到了山东 那咱们就真的便长莫及了 这我也是这个意思 都是聪明人 可惜呀都太聪明了 最后都变成傻子了 所以 我们这回真得当回傻子 大家都把自己手里的牌 就拿出来亮一下 看看能不能凑一份天牌 跟庄稼比比大小 至于完颜井那个小崽子 我们谁得了手 回来 我们就先废了这个完颜井 再一起扶正 谁也不许独吞 那是自然 你信吗 我信 才怪呢 你养怪气的 既然谁也不信谁 那就各安天命了 谁得到手算谁的 谁得到手算谁的 宝塔尖冲破天 上天去当神仙 宝月啊 爷爷 宝月 乖啊 来 吃药了啊 来 吃药了 这是什么呀 是给我的吗 是 爷爷真好看 宝月真乖 来 吃口药啊 来 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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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月啊 良药苦口 你得病了 得病就得吃药 不要不要 宝月最乖了 不要喝麻飞汤 再喝一口 不要 这不是麻飞 好吧 我去给你弄点干草来 要是有点蜂蜜就更好了 来 掌柜的 开门哪 来了 掌柜的 是吧 我想跟您这儿求点甘草 我怎么听见里边就哭声啊 甘草是吧 这样 正好呢 我也想借你点这个寿术 为我那可怜的妻儿 攒点名符 到底出什么事了 来 来 刘老先生 烦老你呢 给我死去的妻儿上住香 让他们也沾沾你的受气 等再转世投胎 也多积点福分吧 也多积点福分吧 我想问问 尊夫人是什么时候走的 这几日我忙着去找杯药草 可谁整想回来的路上得到心 难缠了 没找大夫给看看吗 宝州府有个有名的李回春李太医啊 刘老先生 等我回来人都没了 掌柜的 我能看一眼吗 你瞧 掌柜的 事不相瞒 我是个大夫 能否让我世上一事 尊夫人或许有救 沈总 你赶紧起来 甭把手 把尊夫人给抬起来 把腿架起来 别掐着他人中 来 生了 生了 夫人生了 夫人生了 我的孩子还活着 快 是个男孩 快 找个门跑来 先把旗带剪开 记住 不要用铁器用磁片 快 夫人的眼睛动了 夫人的眼睛动了 老婆 老婆姐醒了 你真救了命 一生救两命啊 太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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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要往菩萨下凡呢 要往活菩萨 我给你磕头了 我给你磕头 我给你磕头 起来 不必多提 我哪是什么活菩萨 我就是一个大夫 来来来来 加个碗 好嘞 小二 来壶茶 来 各位各位 您听说了吗 咱们保州府 来了位神医 神医 神医啊 真的 我连那肚里的胎儿 也跟着活过来了 好厉害 好厉害 保州府的人都说 这是要往菩萨下凡呢 前几天还听说 那边在一诊呢 免费看病 喂 好厉害 澳洲府里太一an 闲杂人等闪开 马上来了 为何 是 宝宗不合一 是什么呀 是不妙受回春 是什么呀 让一让 让了让了 让这神医来 神医等到灵里没有 他治不了的命 就是什么呀 是什么呀 让了让了让了 宝州离回春求见神医 这有两个神医 两个神医啊 不得了了 神医啊 太厉害了 看了看了 看了看了 我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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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神医啊 我去让让神医啊 你看到吗 谁的 这谁的 没睡了 你还没睡了 对着那是 就是 不得意 好 我带到我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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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睡了 好了 好 照访抓药 按计服用 谢谢 谢谢神医 不知李太医您要来 你看我这衣衫不整的 我要给您倒茶茶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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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鹏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我特地 在松鹤楼 定了一桌酒宴 为远来同道 接风洗尘 本来想送上请柬一份 但觉得冒昧唐吐 所幸亲自来邀请您 不知神医是否赏我一个面子呢 李太医生醒我 刘某确实不公 只是外面这些病人排了许久的队伍 或者 神医慈悲为济我深感佩护 不过我看外面这些病人多数并非是什么奇难杂症 只是听说神医在这免费行医 连药都有陈老板赠送 自然来占个便宜罢了 这样吧 我一会派四个弟子帮助神医您接诊 若真有非神医不可的奇难病症 再请教神医如何 那既然如此如我更医 且慢 只是我还不知神医的尊姓大名 何间旅无完宿 您的菜齐了 请慢用 李太医啊 这么多菜太浪费了 为何不让你那些高祖一起来吃啊 刘神医啊 这莲藕在集市上不过五文钱一斤 可是做成了藕片 上了酒席 它可就要变成五百文一盘了 此所谓君子不重则不微 此所谓言 福亦人相遇满堂不乐 而况病人苦楚不离思绪 而医者安然欢愉 傲然自得 此乃人神之所共耻 至人之所不为 似盖医之本意也 刘神医 你背的这段大衣京城 分明是指着鼻子在骂我呀 无妨无妨 这大衣京城绝好的文章 我会背 不但我会背 我门下三十位弟子 人人都会背 会背又有什么用啊 皇帝内经伤寒病杂论 唐心本草千金药方 这些想必贵高族都会背 可是何以刘某坐堂三日 却有上千病患 到我这里来求医呢 那他们都是冲着你刘神医 一针旧两命的鸣气而来 我的密传针旧之法 或许不是那些寻常的行医之人 人人都学得会的 可是治疗手脚洞窗的爱揪之法 难道李太医就没传给你的徒弟吗 刘神医啊 你不必拿大话来躺死我 你在河间 我在保州 我们彼此井水不犯河水 你来保州 迅济扬名也就罢了 搞什么免费行医免费赠药 你分明是摆着要砸我李回春 和弟子们的饭碗呢 李太医 你可知瘟疫将之 刘神医 你还能未卜先知啊 李太医 何为伤寒 热病者伤寒也 伤寒何所困 风寒鼠尸造热各随其器 伤寒何所获 敢于协外协入侵疾病伤寒 何人意患伤寒 体虚者 气弱者 饥饿者 乃至与伤寒病交接者 刘某在保州行医三日 接诊病人八十七人 有伤寒初步症状者五十九人 皆都是些沿街行企的乞丐 或者是走街串巷的伤犯 如果说瘟疫将至 先前不过是刘某的猜测 现下却是确凿无疑的事实 而且就在这一两日之内 此话当真 千真万确 李太医 您要去哪儿啊 我去召集弟子 搜罗药材免费开唐枕 行医散药应对瘟疫 李太医 真出现瘟疫 那少说也得死剩几万人哪 我李回春虽说贪财浩民 但我却懂得覆巢之下 吴婉婉的道理啊 何况我李回春还是个大夫 刘神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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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太医 刘神医 刘神医 多谢了 刘沈亿啊 我还真以为 你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 我若不收下 老太太未必能心安 今天中午都多加俩菜 你的徒弟们也辛苦了 爷爷爷爷 我长大也要当沈亿 好啊 红玉有志气啊 红玉啊 先上那边玩去 爷爷要跟李太医说说话 好 去吧 李太医啊 还有一事要通业商业 什么事啊 屋里请 咱们里面谈 好吧 这样 得伤寒病那样 给大家喝这个桑菊饮 来 把桶放下来来来 都放这边来 大家一个个排队啊 每个人一碗 来 到城 到城 排好队 来 都有 都有 好好喝 谢谢 对 对 对 喝 谢谢 好 谢谢 可以 好 喝喝喝 谢谢 什么呢 陈茂财 你这是给病人煎的什么药 桑菊饮 什么桑菊饮 自古以来就没有这个方子 这是老神医开的方子 对 没什么说过 那这是什么方子 这桑叶菊花杏仁 莲鞘 刘神医啊 这就是你给病人开的方子 还有 薄 结梗 甘草 芦根 八味同主 便是桑菊饮 这就是我要和你商量的事啊 这都是新良节表的药 你用这种寒粮的药物来治伤寒 这 这不是杀人吗 义寒治寒 这是我经研伤寒病六十年 所开辟的一条西境 所以呢 也有人把我这一派的医学路数 称之为寒粮派 岂有此理 岂有此理啊 圣医张仲景 药王孙思淼 这些在九泉之下的古人 要是知道你这样胆大妄为 那他们的棺材板都按不住了 金人未必不及古人 古代治不好的病 未必金人不能治啊 我说你们 把这些药 倒了 这些药不能喝 把它倒了 倒了 你们 相不相信我啊 我相信刘神医 相信 我们也相信 我们也相信 是 桃李不言 下字成熙 刘神医 算你赢了 李太英 上寒一己已然十余日 似乎是以中都 宝州 冀州 登州为中心 向周边蔓延 这登州为何死人最少 三日前 借登州知府来报 全真教邱楚基已经回到了山东 正组织全真教弟子在冀州 登州两处 看病失药救人无数 那宝州呢 宝州呢 尝诺 朋友 快点 快点 开始 蒙 fan 好了 谢谢 母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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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门外面风大 别让孩子找了粮 你是来杀我的吧 你为什么不逃 樊城也躲不掉 何必耽误给孩子治病呢 你能治好这个女孩 恐怕不能 我的医术不精啊 大名鼎鼎的刘神医 居然说自己医术不精 医学之道无穷无尽 哪怕是过了一千年 世上恐怕也有多半的病治不好 我这点微末已辱 哪里敢称他上是神医 你真是个好人 好大夫 我杀你是不义 不杀你是不忠 忠义不能两全 我还是只好杀了你 可不可以看在我是一个好人 一个好大夫的份上 答应我一件事 好 你问吧 问什么 你不是想知道我为什么要杀你 还有那个小姑娘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我会在杀你之前 全部都告诉你 让你死个明白的 我倒是真想知道 可是我想求你的不是这件事 那是什么 这些天哪 我看到很多陆陆续续从中都逃难过来的人 听说中都起了瘟疫 死了很多人 我这心里头实在是难受 你要求我什么 你带我回到中都 等我把瘟疫的势头给控制住 你再来杀我 秋楚基已经回山东了 中都只有一个年轻的弟子 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就算回了中都 也没人能救你 你还是难逃一死 我知道 你带我回中都 我可以医好很多人 或许能有成千上万的人逃过一死 那我们现在就走吧 那稍等 等我把这个写完 你在写什么 这个是洪玉的医案 我可能治不好他的病 可是我把医案留下来 别的人就能少走很多弯路 你可以带着他一起走 想杀他的人我都干掉了 你跟要杀他的人 不是一伙儿的 你要杀的是我 对 我没想杀他 大概已经没有人想杀他了 我没有想杀他了 不是我没想杀他 是你 我没想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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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要干嘛 下去救人哪 我没不让你救人 不过先跟我去一个地方 去哪儿啊 去救人 救谁呀 去救我娘 娘 我回来了 娘 娘 娘 公主 优奉 他们想好 看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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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那么多药材呀 不是他们的错 那我却杀了中都府的福尹 明明知道瘟疫药来了 为什么他们不囤积药材 瘟疫药来 是我凭经验做出的预判 中都府尹又不是大夫 怎么能够 未不先知的囤积药材 这也不是他的错 那到底是谁的错 我该杀了谁 才可以给我娘报仇 这一路从宝州到中都 死在你剑下的那些人 他们也有娘 也有妻子儿女 也有人为他们哭 为他们难过 他们招谁出气呀 这次的差事 你办得不错 四大高手统领 四肢精锐进军 莫名其妙的就没了 此个王爷还无话可说 从今往后 这几位再也没有资格 盯着金鸾殿上的位置了 恭喜王爷 你这是什么语气呀 怪我还没有封赏你吗 属下不敢 你一个女人不能做官 这样吧 我纳你为侧妃好了 将来我身登大宝 君临天下 你就是我的大金国贵妃娘娘 王爷 其实我是来请辞的 请辞 是 我想请辞 今后我不再杀人了 我想去过普通人的日子 那你走吧 王爷 不杀我 要杀你虽然不难 可我会折损一些人手 付出一点代价 我算过了 划不来 划不来的事情 我从来不做 王爷 放心 我说今后不杀人 真的是今后不杀人了 别担心我投靠别人 这个我自然相信 你连我的侧妃娘娘都不做 旁人哪还出得起 更高的价钱收买你 江牛的瓜不甜 我完颜永济做事 一向是要让人心甘情愿 将来总有一天 我会让完颜井 心甘情愿地将皇位 交在我的手里 我先告退了 王爷 你真就让他这么走了 走就走了吧 他是个蠢人 你不一样 你是个聪明人 王爷 谬赞了 小的没用 没有娶姑娘 那么好的武功 你怎么会没用 你比娶如梅 可有用多了 皇帝皇后机关算尽 只是犯了两个错误 一个就是不该小瞧了我 另一个就是不该小瞧了大夫 昔月儿 醒来吃药了 нут 来 晚上 葫 Medicine 担寡 你 帅师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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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儿 皇上 皇上 快传太医 快传太医啊 问好了 有生之年 未必能治得好红玉 离今年才二十四岁 前途无量 答应我 如果有一天 我真的不在了 不要放弃红玉 姐姐 我长得要和你一起学医 像爷爷一样治病救人 乖 来 我先给你埋上第一课 凡大医治病 凡大医治病 必当安神定治 必当安神定治 无欲无求 无欲无求 先发大慈测饮之心 先发大慈测饮之心 誓愿普救寒灵之苦 若有极恶案来求救者 不得问其贵贱贫富 长广炎施 长幼炎施 华夷于智 华夷于智 普同异等 普同异等 皆如至亲同享 皆如至亲同享 亦不得瞻前顾后 亦不得瞻前顾后 自律极凶 自律极凶 互习生命 互习生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音封打嘴不像你的梦 不沾在云端无觉寒 造筋其 Pai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是我的大英雄 铁骨争承 笨荡威龙 功名利路我看不懂 别人的疾苦 嘴是我痛 你是我的大英雄 龙瓢虎穴越战越勇 不要问我来自何方 世界那么大 任我成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